今天的上午天气很晴朗 但是午后突然的暴雨 也让台北的景美西水暴涨 传出有一位年约60岁的老翁受困乔敦 景潇获报之后也到场救援 我们刚才看到景潇是出动了14个人前往抢救 虽然及时到场 但是因为西水暴涨的速度太快 救援工作非常的困难 而另外也包括前往救援的消防人员 也有人不慎跌落水中 幸好都已经自行爬上岸 现场一度传出有老翁不慎滑落被西水冲走的消息 目前景潇也正在全力的搜救当中